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西部时间8月9日 在亚马逊热销的美妆品牌 Mena Khadr创始人Mena Khadr 在洛杉矶Laguna酒店举办荣登国际著名杂志 《时尚巴刹》越南刊封面发布会 同时宣布Mena Khadr曾为美国亚裔名人堂董事会成员 美国亚裔名人堂CEO谢明景也到场祝贺 并欢迎Mena Khadr女士成为名人堂董事 不断壮大亚裔在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 也希望能和名人堂一起为亚裔的权力发声 展示亚裔女性的商业能力和慈善爱心 亚裔名人堂很高兴今天 Mena Khadr是亚裔名人堂的board member 我们board member代表只有20多的人 所以我们很佩服Mena Khadr 她的名牌化妆名牌是Amazon的第一个化妆名牌 所以我们很佩服她 妈妈又是中国人在阿尔汉布拉生长 所以我们很高兴代表亚洲女性尊重跟地位 亚裔名人堂的目的是这个活动的目的是 帮忙提高亚洲女性的尊重 出席当天活动的有好莱坞演员和各界名流 在网飞聚集《璀璨帝国2》中 扮演整容医生的华裔演员TJSI博士也出席了活动 并为亚裔的杰出表现表示很开心 首先,我感到很高兴的Mena Khadr 她发现了很高兴 我感到很高兴的她 我感到很高兴的支持她 她的最大心 她一直在帮助人 她一直在帮助人 她一直在帮助我 我感到很高兴 我感到很高兴的支持她 我认为很多人 但是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每个人 有些人 有很多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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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可能会继续 在美国社会上 人们在视频上 看到其他人 只会继续 全人 Mena Khadr 也支撵于社会的慈善事业 不仅承诺将年度利润的10%回馈给当地社区和全球慈善机构 而且当天的活动还将部分收益 用于支持麦娜卡德的孩子们的奇迹项目 活动现场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CoinUp应用程式 来捐赠他们的数字零钱 来做慈善,帮助需要帮助的儿童们 就来不上课 不上课对